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几位网友们留言的 AOA米娜再次举及启明的内容 今天米娜截图上传了一位网友发送给自己的DM 有关启明的事情为什么要撒谎后留言 谢谢 我是想要找个机会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不是想要追究谁的问题更多 我只是想说事实 首先我遭到的事情 我一直都有在说的 辱骂暴力欺凌 我发誓在对内唯独只有对我那样了 这期间是9到10年 那之后虽然我有用短信骂他 内容也确实像媒体报道的一样 但那是因为我被欺负了10年 如果用这种肮脏的手段能让他受伤的话 就算变成跟他一样的人也想要那样做了 因为他我戛然都受到了很多痛苦 虽然录音里有很多他跟我说对不起的台词 但是在现场那个女的表情跟语气 我绝对不认为是真心的道歉 最重要的是他一直都说不记得 这可以算是真诚的道歉吗 虽然我也不是很好 也很愚蠢了 但就算是那样 那个人的罪也不会消失的 我现在精神状态很好 过得也很好 但是想要整理一下这件事情 然后敏娜在前一天也在IG发文表示 如果3月份开设YouTube频道的话 大家会捧场吗 的贴文 因为敏娜提到开设YouTube频道 启明欺负自己的时间点 刚好是启明开始上传IG的时期 所以韩国网友们的反应非常不好 刚开始有真的担心他 但是渐渐的变得很夸张 定期在这样后 就觉得他只是想拨得关心而已 说被欺负的事情 一部分也被澄清是假的了 还能相信你吗 都说了不要再用SNS接收治疗 真的不听话 孔敏娜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启明引退后再安静的过日子 到底是为了什么再这样呢 请说明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应该就是准备好开设YouTube 所以想引起话题吧 对于敏娜再次提到启明 以及预告开设YouTube频道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饭圈意见最冲突的4件事 1.颜值实力 2.收集卡片不收集卡片 3.爱豆一年不开一次Vlive直播 但是一年会开两次演唱会 不开演唱会 但是每个月都会开一次直播 4.个人活动优先 团体活动优先 我是1222 2222 2212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票选 代表各年代的颜值女爱豆们 2007到2009年 春夏系列云纳 2010年到2011年 Tiara 吉恩 2013到2013年 Misei 苏寺 2014年 Apink 春南 2015年 EXID 哈尼 AOA 设定 2016年 RedWeb 艾琳 2017年 Twice 紫余 2018年 Ig1 金明珠 2019年 RedWeb 艾琳 Momoland 云露 2020年 Blackpink 奇数 2021年 Ig1 云露 Espa 卡尼 所以大家觉得代表各年代的颜值女爱豆都有谁呢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哎呀 by bwd6 Web 艾琳 Web희 Pre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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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